近日,爸爸去哪儿屋已经开始录制。 从录制现场爆出的花絮照中,可以看到本季邀请的嘉宾有陈小春和儿子Jasper, 杜江和儿子恩亨,吴尊和女儿Niney以及儿子Max, 刘更鸿和女儿炮芙,以及邓伦这位实习奶爸带着的素人小孩。 并没有网友们一直期待的贾乃亮和小甜心这对妇女。 提到贾乃亮和李小璐的女儿小甜心, 她因跟随贾乃亮参加爸爸回来了而走火。 当时参加节目时只有三岁的小甜心便凭借超强的语言天赋, 以及别具一格的幽默感瞬间缺了不少粉丝。 因此,对于很多网友来说甜心便是他们的开心果。 只要有甜心的地方就会有欢乐。 那么问题来了,甜心既然如此招网友喜欢, 为啥贾乃亮不继续带她去参加爸爸去哪儿呢?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 早在两年前录制完爸爸回来了这档真人秀后 贾乃亮就做出了回复。 当时贾乃亮被问到会不会带甜心参加下一季爸爸回来了。 贾乃亮就表示, 看缘分吧, 看看大家是否喜欢。 还有很多因素, 目前还不知道。 甜心要上学, 有一个正常的成长历程, 这是最重要的。 不得不说, 当贾乃亮说出甜心要有一个正常的成长历程, 这十个字时也是让人感觉充满心酸。 记得当时贾乃亮带甜心参加爸爸回来了时, 当时小小年纪的甜心也遭受了不少的人身攻击, 甚至被一些心理扭曲的网友养小鬼进行诅咒。 对于这些攻击, 虽然贾乃亮和李小璐并没有首次网友, 但是看到女儿被如此攻击, 身为父母的他们心理应该比谁都难受吧。 虽然很多网友想在真人秀节目中看到甜心, 但不管怎么说, 贾乃亮不带甜心参加综艺节目的决定是对的。 记得前不久, 王源妈妈在接受采访时对于王源加入娱乐圈这件事。 王源妈妈也表示, 如果可以重来, 绝不会让王源走这条路。 儿子太辛苦, 失去了一个正常孩子的童年和少年。 而这份失去, 永远难以弥补。 没有甜心的爸爸去哪儿, 你还会再追。